严西威新剧开播就遇见凤凰男,瞿一鹏处心积虑接近他,只因他听说何之男是个富二代,不仅有专车直接送,还有司机给他开门,于是瞿一鹏便对他展开攻击,隔天瞿一鹏就专门去他们公司听讲座,我叫瞿一鹏。 听见瞿一鹏的名字就让他脸红心跳,因为他就是同事们口中议论的优质金融男,得知他是来听讲座的,何之男连忙给他找位置,手忙脚乱时瞿一鹏却说出了蓝莓味更好吃。 隔天何之男和闺蜜在小饭馆吃饭,却无意间看见了瞿一鹏,两人出于半生不熟并没有打招呼,瞿一鹏还故意装作没看见大摇大摆的走了,殊不知何之男已经上了他的套,因为他们在吃饭时,瞿一鹏一路跟了过来,而且一直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其实何之男是有男朋友的,七年前在一次康定旅游时他们选择了在一起,但由于男友高鹏去国外留学,再到乡岛工作,他们就一直异地恋,何之男只能靠着美好的回忆对抗时间。 很快瞿一鹏利用拼桌吃饭的机会又和何之男见面了,而且他还主动买了单,他猜到对方会把钱转给自己,这样就能要到他的联系方式,于是就拿出自己的二维码。 两人就这样互相加了好友,他的几次偶遇,也让何之男对这个男人有了好感,回去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闺蜜韩寒,韩寒警告他肯定是个老手,明明可以扫付款码却非要加好友,但何之男哪里听得下去,回去就把饭钱转了过去。 两人也正式开始了聊天,而在远方的男友却总是没时间给何之男打电话,每次都是敷衍几句,何之男只能和闺蜜们打发时间,可这晚和同学们一起吃饭,他无意间却听见了同学们在议论男友高鹏当年也都邀请过他们去康宾,因为当时谁答应了就和谁在一起,他和高鹏就是在那次旅行之后在一起,何之男这才知道男友早就预谋好了,相恋了七年,在一起也就两百多天。 何之男一时不敢相信全是骗局,他伤心痛哭之后给男友打去电话想问明白,但高鹏却迷迷糊糊睡着了,回到家就收到了瞿一鹏的信息,说明天也要去公司,话里隐隐约约就是要见他的意思,可刚到公司瞿一鹏就被同事叫走了,何之男多少还是有些失落,但会议还没结束,瞿一鹏就发信息邀请何之男出去吃饭,由于男友的背叛,何之男索性答应了他的邀请,两人来到餐厅,何之男面对青梅木秀的帅哥他顿时有些害羞。 对了,你是哪里人啊? 我本地人啊,什么都吃。 听见这话瞿一鹏更要拿下这个姑娘,因为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靠打工想要买房真是比登天还难,他的目的就是要绑大块,几句花言巧语就把何之男哄得团团转,回去时何之男像个花痴一样偷偷地看见他,而且把何之男送到小区门口时,他故意让师傅在小区附近绕一圈,他们从一开始认识都是瞿一鹏预谋好的,而且两个人还住对面,何之男每次回家瞿一鹏都时刻关注着。 可这个傻姑娘还相信了他的花言巧语,因为吃饭时瞿一鹏把自己的原生家庭告诉了何之男,我觉得他是个特别纯粹,特别真诚的人。 但他不知道瞿一鹏也是有女朋友的,韩苏事业能力性格都非常强,征服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每次都是加班很晚才回来,但瞿一鹏都给他做好了饭菜,韩苏得知男友明天要交一篇稿子,便催促他今晚赶紧做出来,这也是他升级的机会,但瞿一鹏却没有一点上进心,韩苏好说歹说愿意一起陪他熬夜,但等他洗完澡出来后瞿一鹏却睡着了,韩苏只好借着之前学到的金融知识帮他连夜做了一份,等到瞿一鹏早上醒来,发现了打印出来的稿子 而韩苏竟一夜没睡,还去了晨跑,韩苏是位非常独立的律师,智商和美貌并存,一心只想提升自己,这天上班同事就告诉他,香港分不要在他们这里选拔人才,听说已经有了内定人员,他们都知道一旦有机会去香港工作,上升的几率非常快,韩苏立马找到上级领导申请,可吴律却说他是二年级律师,对香港那边的工作氛围压力会太大,让他再锻炼两年,而且还说出语言也是个大问题,可下一秒韩苏流利的粤直接惊呆了吴律,吴律看着韩苏这么坚持, 便答应了他去填申请材料,到最终人选还要看香港大合伙人,临走时无虑好奇地问了件私人问题,去香港要三年,你一定会取帅哥怎么办? 他肯定会支持我,韩苏高兴地走出办公室,可第二天刚上班就发现桌子上多了一个礼盒,这时山姐便过来邀请他中午去吃饭,韩苏明白东西也是他送了,无视献殷勤他肯定有事,便让他直接说出来,山姐便说了自己一直申请去香港,而且父母也都在深圳,想劝他还年轻把这次机会让出来,可韩苏也说公司不止他一个人申请了,多人竞争不如拿出自己足够强的实力来公平竞争,最后也把他送的礼物留了下来,女人看见韩苏没有让步,便当着公司所有人对他辱骂 很快这件事就传到吴绿这儿,吴绿也并没有责怪韩苏,只是让他有些事情知道就行,不要当面说出来,可韩苏不想把时间浪费在韩苏陪孝上,没有精力去研究办公室的情商话术,吴绿看出了他的不屑,也没有改变的打算,看他这么坦率,就没有再追究下去,可另一边男友瞿一鹏却又开始邀请何之南一起去吃提拉米苏,何之南想起和高童刚在一起食那个甜蜜,现在想想好痛快,另一个人设告诉他一定要看清楚 晚上韩苏回到家就闻见了老家的酸菜味,看着瞿一鹏吃着面刷着手机,韩苏便问他手上的项目怎么样了,可瞿一鹏根本没有当回事,还鄙视他可以睡五个小时,自己睡八个小时就是在公司偷懒摸鱼,听着这话的语气,韩苏觉得他和公司的老油条一模一样,几句话两人就吵了起来,韩苏随口说了句酸菜缸的盖子没盖好,房间的味道半天散不去 我第一次给你做这个粉的时候,你说这是人间美味 两人各自都有了分歧,上当上线都说出了心里的不满,这时韩苏的妈妈打来电话,眼看韩苏被气得不敢直视手机 瞿一鹏还是主动向阿姨示好,其实瞿一鹏有时候对韩苏还是挺好的,有时候想分手又舍不断 最后直接说了句明天要去上海出差三天,当瞿一鹏把酸菜放回外面后,看见手机上显示明天是他们在一起的四周年纪念日,可女友却完全忘记了 瞿一鹏直接把纪念日改成了提拉米苏,第二天韩苏找到表姐说了自己去香港的事情,曾诚明白她想去香港是有目的的 那还有瞿一鹏,你打算怎么办 韩苏回忆着刚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完全都是仰视,她的一个关注一个微笑都让她激动不已 这种感觉已经好久都没有了,曾诚表示当年她还是一个刚读研的小丫头 这些年她成长得太快了,向对瞿一鹏还在原地踏步,从对她的仰视到平时甚至是审视 是谁都接受不了这种落差感,女孩叫孙韩韩,为了能和人类优质雄性相遇,花一个月的工资到高档健身房办卡 每次进去后,都会围着每个房间转一圈,直到发现自己寻找的猎物才开始锻炼 她故意假装不会操作机器,这也引起了后面男人的注意 殊不知男人接近韩韩也是带有目的的 需要帮忙吗? 韩韩偷偷仔细打量着男人,从头到脚都是一身的名牌 这个标准正符合自己的要求 等周斌要出去时韩韩提前来到门口,故意要和他打招呼 可周斌却表现出不在意的样子,这可把韩韩气坏了 第二天来到公司就发现以前跟着自己学习的同事莫妮卡 他竟提前下手拿下了韩韩的客户,直接变成了孙太太 这可让韩韩羡慕极度恨,很快韩韩要去出差 在机场突然发现自己肚子疼得厉害 这时周斌却又出现了,他连忙把他带到了休息区 而且还主动帮他升了仓 在自己需要人照顾的时候突然有人送来温暖 韩韩顿时有些感动,他利用喝咖啡偷偷观察着对方 男人帅气又多惊,韩韩本想抓住这次相处的机会 登机前还特意美美的博妆 提前来到贵宾区,他以为周斌会坐在自己的旁边 可等他过来后却只是和他打了个招呼 就去了后排的位置,他忽冷忽热的做法 让韩韩顿时不得其解 但由于他暖心的帮助,韩韩还是决定约他吃饭表示感谢 可没想到周斌直接让他来国际酒店 这可把韩韩高兴坏了 他把柜子里的衣服试穿了一遍 都没有找到一件满意的 最后还是花了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件连衣裙 当韩韩亮丽的出现在男人面前时 他美丽的气质也让男人忍不住多看机 但进去后才发现原来这是一场应酬 而且周斌还不和他一个桌子 韩韩看着场景没办法只好坐下来 周围的油腻男看见美女都忍不住要加他微信 韩韩明白了都是自己一厢情愿 其实周斌的这招欲擒故纵已经达到了目的 过了很多天 韩韩再次来到健身房 他寻找了一圈都没有看到那个新衣男人 于是就随便上了胎跑步机 可在锻炼的途中韩韩又突然开始肚子疼 而且这次疼得更厉害 直接让他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却已经来到了医院 而且还是周斌带他过来的 经医生检查是得了阑尾炎 需要马上手术 听到要开刀这颗把韩韩吓坏了 他想要等父母过来再手术 医生劝他这并不能再拖了 让他放心主刀的是三甲医院的专家及医生 是很多人排队都排不上的 等周斌出去打电话回来 护士告诉他韩韩不见了 其实韩韩是从小就怕把针 现在要动手术他更是害怕急 周斌发现了韩韩的软肋 精心开导他自己会陪在他身边 而且还一次性交起了费用 进去前周斌抓住韩韩的手 每个在外漂泊的女孩此刻遇到这样的温暖 应该是都无法拒绝的 手术很成功 在周斌精心的照顾下 很快韩韩回复了体力 他的细心也让韩韩深深爱上了这个男人 这天韩韩接到老板的电话 要去公司应酬 在这种场合韩韩没忍住多喝了几杯 但身体没有康复 肚子又开始疼了起来 这时他的老板曾成过来安慰 曾成一直是他的偶像 韩韩看见他很是激动 也说了自己刚刚做了手术 于是曾成给他端来审查 过后周斌发消息说半个小时过来接他 出门前他又碰见了曾成 你要走了 韩韩万万没想到自己神秘的男友 竟然是曾成的老公 看着他彬彬有礼的给曾成开门 而且竟没有看自己一眼 这么冷漠无情的男人韩韩也总算明白了 女孩一边追剧一边吃着樱桃 可下一秒樱桃盒就卡住了他的喉咙 这也让他想起了七年前和男友第一次接吻 当时男友激动的同样把樱桃盒淹到了肚子里 想到这里何之南连忙给男友高鹏打去电话 询问当年两人在一起谈恋爱的情景 可说什么男友都好像不记得了 他把所有心思都用到了培植上面 何之南顿时非常伤心 他们在一起了七年 曾经的美好回忆何之南一直藏在脑海里 可高鹏却忘得干干净净 那是他们在一起最重要的时刻 这可把何之南气坏了 现在他都在怀疑这七年高鹏到底有没有真的爱他 一连串的问题也让高鹏有些不耐烦 挂了电话何之南痛苦万分 他不知道自己等了七年到底是对是错 晚上看着他们在一起的照片 何之南鼓起勇气给高鹏写了一封信 这次真的要与他分手 第二天韩寒过来何之南把自己分手的事情告诉了他 韩寒便询问他与瞿一鹏发展的怎么样了 但从上次发了信息后 瞿一鹏就没有了消息 因为前两日瞿一鹏正要准备约他吃提拉米苏 信息还没发出去 女友韩苏却提前回来了 原来是他想起了今天是他们相恋四周年的纪念日 他推掉了所有的行程 还给他买了一只看好的笔记本电脑 瞿一鹏看着暖心的女友 他也只好留下来陪着他 为了哄韩苏高兴 知道他特别喜欢一双高跟鞋 于是满心欢喜地带他来到商场 韩苏被他这一举动深深感 在他们试穿鞋子时 瞿一鹏突然接到了家里打来的电话 是他爸爸的病情再次恶劣 韩苏也意识到了这双鞋子太贵 瞿一鹏正是用钱的时候 当售货员过来打包 是韩苏却告诉他鞋子不太适合 再说自己也没有什么重要场合要穿 就拉着瞿一鹏离开了商场 但何之南这边满柜子的奢侈品 都是高鹏放他鸽子的证据 这时他门铃突然响起 快递员送来了一个箱子 还是高鹏送给他的礼物 何之南看着这么多奢侈品并不高兴 一气之下把所有东西都丢出了门外 我的天 这些东西都这么好 你让他干什么 接着何之南就把这些东西 全部发到二手市场 以前两人生气 高鹏还会主动哄他开心 这次提分手进一条信息也没有 奢侈品买得越来越多 两人的感情也就越来越淡 收拾东西时 何之南突然看见了一条手链 那是高鹏上学时省吃俭用一个学期才给他买呢 当时他们家还没拆迁 他的爸爸妈妈勒紧了裤腰带东东西凑 才把他送出国上大学 何之南只是无意间说到他们宿舍有个女孩 男朋友给他买了一条同品牌的调准 高鹏就听在了心里 那时刚谈恋爱 每次通话都充满了甜蜜 何之南现在想想东西是收了很多 但他们的感情却越来越少 他也明白和高鹏再也回不到当初恋爱的时候 其实何之南最需要的是 有个人能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 瞿一鹏这边突然看见女友去乡导的信息 他知道女友将要离开自己 立马又给何之南发消息道歉 还把父亲生病的照片发了过来 好让何之南相信自己真的不是犹豫失约 但何之南也并没有想太多 还把高鹏送他的手链 以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价格挂在了网上 不想买就别挂出来 这天上班何之南突然在同事口中听说瞿一鹏有女朋友 而且是亲眼所见他牵着一个女孩举止亲命 听见这些何之南才知道瞿一鹏就是个骗子 当即就把他拉黑了 瞿一鹏眼看何之南这边没有了希望 立马又把重心放在了女友这里 看着卡里仅剩四千块钱 想着女友平时连个像样的鞋子都没有 于是就找主管提前申请了这个月的发票 给女友买了一双八千块钱的鞋子 殊不知这双鞋子韩苏自己已经买了一双 韩苏终于拿到去香港工作的机会 而且锁里还会给他两万块钱的搬家补贴 这可把韩苏高兴坏了 他第一时间就去商场 把那双喜欢很久的高跟鞋买了下来 这也是对自己升值的一种肯定 穿上十公分的高跟鞋走路都十分自信 Oh my god 韩苏 这今天太沉腻了吧 这场直接两米八 韩苏心里的优越感顿时拉满 这双鞋子就是他女战士的标配 可到下班才想起穿着鞋子回家 男朋友看见会有点不同 于是就换回了原先的鞋子 还把刚买的鞋子偷偷藏在了鞋柜里 今天本想请男朋友出去吃饭 把去香港的事情告诉他 可男友不但不领情说话还阴阳怪气 韩苏刚到房间就发现了那双一模一样的高跟鞋 原来瞿一鹏早有准备 他知道韩苏要走 为了挽留住他提前下手 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看着男友暖心的表现 韩苏真心不舍地把事情告诉他 当瞿一鹏说要出去吃饭时 韩苏却又要求在家里吃点 他始终不知道要怎么开口 隔天他来到表姐家里 把心中的疑虑告诉了他 其实他觉得瞿一鹏也有了预感 两人都不愿意面对这件事 登城告诉他去香港和分手是两回事 如果他真的爱你就会表明太多 别说去香港了 去国外时间和距离都不是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决心 能打败爱情的只有不够爱 韩苏当晚回家就买了很多菜 亲自下厨做了桌好吃的 可瞿一鹏刚回家就看见了收拾好的两个箱子 他知道韩苏有可能要离开自己 吃饭时韩苏还是把去香港的事情告诉了他 我得去趟香港 瞿一鹏知道这件事早晚要来 因为他早就看见了女友发的信息 两人其实都心知肚明 他知道女友已经做好了决定 并没有挽留 只是提出以后的房租自己可能负担不起 如果提前退租可能押金都要不回来 韩苏很是失望 自己都要走了男友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 虽然说着以后手机常联系 但两人好像都明白意思 吃完饭韩苏在收拾行李时 不易将冬天的衣服一起带走 这也是做好了长期的打算 瞿一鹏见状并没有说什么 还是像往常一样坐在电脑前玩起了东西 不一会儿韩苏就把那双高跟鞋还给了瞿一鹏 告诉他自己已经买了一款同样的 让他把这双鞋子退了 毕竟也是好几千块钱的 他们都明白感情已经走到了尽头 但最后也都没有说出分手两个字 第二天一大早韩苏还是踏上了去香港的飞机 临走时告诉瞿一鹏 自己这边还有项目很快就会回来 但瞿一鹏却小声说回来后还是会离开的 送走了女友 瞿一鹏转头把重心放在了何志南身上 但由于把自己已经拉黑 瞿一鹏只能每天来他公司门口偷偷的跟踪 直到在超市和他来一次偶遇 何志南看见他立马躲开 可瞿一鹏怎么可能放过这次机会 他连忙解释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完了 自己也是刚刚回来 还说上次放他鸽子是不对 一连串的道歉何志南说出了他有女朋友 有 但是有过 亲手了 啊 昨天 男人撒起谎来真是面不改色心不挑 何志南听见这些立马原谅了他 两人一起吃了提拉米苏 一会儿的功夫 瞿一鹏就把他逗得合不拢嘴 这时何志南问他到底喜欢自己什么 瞿一鹏只说了一句很可爱 何志南立马变了脸色 另一个人设告诉他爱一个人会说他好漂亮好迷人 一句话就能看透一个人 何志南立马生气的离开 整得瞿一鹏一路追着解释 女孩本想与男人划清界限 但男人直接拿出离婚证 这让韩寒立马再次陷入男人的圈套 就在前几天 韩寒和曾成一同下班 可不曾想自己神秘男友居然是曾成的老公 韩寒万万没想到这个虚情假意的男人竟然会这么伟装 回去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何志南 何志南总觉得周冰对他这么好必定会图些什么 但韩寒也是有底线的 一旦越过底线就要彻底一刀两乱 说着说着就要收拾东西离开这里 他不想再与周冰有任何瓜葛 在办理出院时 韩寒还要把所有的费用都结算清楚 尽管何志南告诉他这是好大一笔钱 可韩寒却不想占他一点便宜 当他看到缴费单上将近六万块钱时却傻眼了 因为这份账单太贵了 他根本付不起 这时他突然想起这个地方是周冰非要来的 手术也是他定的 是他心术不定在先 就应该付出点代价 说完就告诉护士让他直接在周冰账户里扣除 第二天瞿一鹏送何志南回家 走到楼下却不敢进去 支支吾吾的表现还让何志南觉得他不够爱自己 因为瞿一鹏看见了对面的清洁阿姨 他被认出才谎称自己有事先行回去 其实那个清洁阿姨认识瞿一鹏 好多次瞿一鹏帮他整理箱子时 故意来打听何志南的情况 隔天何志南来找韩寒 告诉了他与瞿一鹏在一起的事情 在两人聊得开心时 韩寒突然收到了周冰发来的信息 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说明白 孙韩寒你清醒一点 韩寒对这样有家庭的男人并没有理睬 可第二天上班就发现桌子上有一个快递 里面正是周冰送给他的限量款包包 还有一份邀约信息 韩寒是位有尊严的独立女性 绝不拿别人一针一线 为了把东西还给他 特意来到酒店 他本想放下东西就走 殊不知男人直接放大招拿出了他与曾成的离婚证 周冰还说之前的礼貌和克制都是没有法律的允许 但现在他离婚了不想再隐藏自己的感情 韩寒被吓得愣在原地 询问他离婚和他有没有关系 韩寒被他的话忽悠的彻底相信了 他再次沦陷也开始动了真感情 另一边韩寒刚到香港 经老同学介绍来到这里高档小区 朋友本想让他再看看 可韩寒一眼看上了这里的房子 因为他来这里也是有目的 那个神秘的男人就住在这个小区 韩寒非常感谢他这个老同学 如果不是他 在香港看房真的是两眼一抹黑 这时老同学询问他与瞿一鹏相处的怎么样了 提到他韩寒并没有说什么 男人也明白他们两个可能分手了 于是立马想到自己的朋友高档现在正式单身 要介绍给他认识 说着说着就要给他打电话 你不用行动力这么强是呢 你这边节奏都很快的 晚上瞿一鹏再次送何之男回家 还是同样的说了几句话就要离开 因为他怕再次碰见清洁阿姨 可刚转身清洁阿姨就拎着东西走了过来 瞿一鹏热情的和他打招呼 等阿姨走后瞿一鹏就向物业打了投诉电话 结果第二天清洁阿姨就被辞退了 瞿一鹏内心还是有些愧疚 便上去拿了一些自己的衣服送给他 我工作没了 也不知道是哪个傻钱倒的在背后掀着 没事害我 很快瞿一鹏就要搬家了 他让房东带着客户过来参观 可刚要出门时却看见对面何之男出门丢垃圾 吓得瞿一鹏立马关上了房门 把房东和客户整的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情急之下瞿一鹏只好谎称自己肚子疼 再等何之男丢垃圾回来 他突然觉得对面有只眼睛偷窥自己 这时何之男慢慢向对面走了过来 吓得瞿一鹏以为发现了自己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可没想到何之男下一秒把目光对准了旁边的消防栓 他闻到里面有一股臭酸味 连忙捂住鼻子回了房间 就这一举动也让瞿一鹏明白 他和女友一样都看不起他这种乡下人 第二天他就选择要报复何之男 这天晚上送他回家 瞿一鹏故意说自己要找房子 而且条件必须离他很近 走路不能超过十分钟 他要经常给他做饭吃 于是走到门口 瞿一鹏故意对何之男发起暧昧 就等何之男邀请他进去 何之男不好意思的说了句 自己只会做丝袜奶茶 两人都知道上去就要发生什么 在电梯里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 但由于有监控还是克制住了 刚到门口何之男就捂住了鼻子 听到这些瞿一鹏 更是要好好戏耍一下这个女孩 刚进房间何之男就把他和高鹏的照片收了起来 两人就开始了一场热烈战斗 激情过后瞿一鹏还是给他做了一顿晚餐 由于家里食材不足 只能煮了一碗泡面 看着瞿一鹏做饭的样子 何之男忍不住问他以前和前女友在一起 是不是也是他做饭 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做的 他平常做的 都是被爸妈捧在手心酿上 听见这些何之男还真以为自己遇见了宝藏男人 高兴得何不拢嘴 殊不知更大的阴谋在后面 吃饭时瞿一鹏故意提出 他对其他优越家庭的女人 总有一种不信任的感觉 因为自己是地道的农村人 爸爸是个泥腿子 高考的时候 爸爸为了省钱搭了一辆小货车给他送东西 结果手里的酸菜味却让旁边的女生捂住了鼻子 这一刻瞿一鹏一直记载了心灵 后来才知道他是县领导的女儿 而且还一直喜欢他 女孩凭着肤白貌美的外形 越瞿一鹏出来吃饭 瞿一鹏为了报复他 特意约在了一家没有空调的饭店 当时天气比较炎热 女孩脸上的妆容一点点的脱落下来 最后露出满脸的痘痘 这也让瞿一鹏看得大快人心 何之男听完他的故事觉得还是挺过分的 但他也很理解瞿一鹏 其实瞿一鹏说的这些 也都包含着何之男对他酸菜味的嫌弃 只是这个傻姑娘还不知道 还一个劲地说从来没有看不起他 觉得他很棒 晚上回去瞿一鹏就取走了消防栓里的酸菜 人人都避而远之的味道 在他看来却是人间美味 第二天何之男刚上班就接到寒寒打来视频 炫耀自己现在有多幸福 他只是说了一句想看大海 一个小时就被带到了三亚 而且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各种买买买 现在他正处于热恋的状态 还不知道周斌的离婚证是假的 还以为自己遇见了真爱 殊不知周斌只是把他当成自己的芭比娃娃 另一边高鹏却拎着箱子来到了何之男面前 这可把何之男吓了一条 自己刚刚有了一段新感情 高鹏的出现何之男都不知道怎么办 回到家才知道高鹏是因为和父母闹脾气才出来的 父母让他接手公司 到底还是要与何之男和好 说了一大堆也没能哄过来 这时瞿一鹏给他发消息 何之男只好撒谎他今晚回爸妈家 但等到瞿一鹏回家时 却听见了对面传来了男人的声音 他再次给何之男发消息确认有没有回来 何之男告诉他今晚要住爸妈家 瞿一鹏听后立马去阳台看向对面 家里明明是有人的 知道何之男对他撒了谎 另一边韩苏第一天正式来上班 但由于自己的粤语说的不是很好 老板直接让他讲普通话 而且还让他边工作边学习 韩苏每次下班都会看一眼照片上的男人 因为他就是自己寻找多年的父亲 这天高鹏拉着何之男在逛商场 殊不知瞿一鹏一直跟随其后 还不断地给何之男发消息打电话 何之男只好利用试衣服的时间 接通了他的电话 瞿一鹏得知何之男并没有和高鹏分手 他并没有暴跳如雷 只是以很想念何之男的理由来挽回他 听见这话何之男立马出来说服了高鹏 然后把他送上了出租车 而他也并没有和高鹏说清楚他们的关系 因为他很开心这种被争夺的感觉 觉得自己被在乎了 很快瞿一鹏就找上门来 立马把何之男按在墙上 何之男也给他解释了高鹏是他前男友已经分手了 但此刻瞿一鹏不可能再放过这个女孩 我想交回你 没有 他和他爸妈吵架没地方去 睡在沙发 我什么想找我 我快你过去了 一场暴风雨过后 何之男彻底被瞿一鹏征服了 而瞿一鹏为了尽快拿下他提出了要和他结婚 但何之男对于结婚却没有什么概念 现在他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现在有多投入以后就会有多伤心 第二天他不知道该怎样面对高鹏 但昨天何之男让他听父母的话 回去接受公司 高鹏也听从了他的意见 临走前还给他买了好多吃的 但他还是想和何之男和好读出 而且还买了何之男挂在二手市场的手链 想起两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何之男不忍心把事情告诉他 但高鹏像个小孩子一样耍起了无赖 接着高鹏就说出再过三个月零五天 就是他们在一起的七周年纪念日 说好的这次在香港过 这段时间都互相冷静一下 送高鹏临走前他们互相抱在一起 这一幕都被瞿一鹏看在眼里 送走了高鹏何之男陷入了两难 一个是高大帅气的痴心学霸 一个是身价顾匪的商业精英 一个求结婚一个求复合 他这满足的罪恶感也不知道怎么了 傍晚何之男在收衣服 突然看见瞿一鹏的手机一直在响 看见了苏苏两个字 他非常好奇接通了电话 这才知道苏苏就是瞿一鹏之前 肤白貌美的女朋友 你找一鹏啊 你哪位啊 听到这里何之男才知道 他们并没有分手 之前那些话都是骗他的 匆匆挂了电话后 何之男就把通话记录删除了 他怕被瞿一鹏发现 另一边韩苏知道了瞿一鹏 又找了新的女朋友 顿时感觉身体不舒服 恶心地往厕所跑了十八遍 而何之男一晚上都心不在焉 看见苏苏还一直给瞿一鹏打电话 就这样来回挂断了好几次 韩苏也明白了瞿一鹏已经找好了下家 他也只能把自己裹起来 度过这漫长的一夜 何之男这边再也忍不住了 询问他们到底有没有分手 但瞿一鹏却拿他与高鹏的关系来反过 何之男自知李亏被对的却没有话说 两人之前都有过去都说不明白 于是何之男也就没有再追究下去 第二天瞿一鹏还像往常一样给韩苏打电话 可韩苏太了解瞿一鹏了 直接向他提出了分手 听见这些瞿一鹏并没有挽留 也不想听听原因 他总觉得是韩苏看不起自己 一心往上爬 但韩苏来香港的目的却没有告诉瞿一鹏 他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找他的亲生父亲 这天清晨跑步 韩苏一眼认出了对面来的中年男人 就是他多年寻找的父亲 他们只是互相打了招 韩苏没想到见到父亲的第一眼 竟是那么的彬彬有礼 特别的温和 他多么想上去告诉他自己就是他的亲生女儿 就在周斌离婚后 两人进入了热恋状态 可周斌每次打电话都背对着韩寒 韩寒总觉得不对劲 他翻看曾成的朋友圈却没有发现一场 刚离婚不应该还是这么淡定 这时周斌过来却告诉他明天要回去一趟 因为他说曾斌患有躁郁症 他又很要面子 所以离婚对他打击很大 他答应了要回去看看 于是韩寒立马开始生气 周斌安慰他说是自己见过最懂事的女孩 毕竟他们有着十几年的夫妻感情 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不能袖手旁观 我没有共同 那我在什么 看见韩寒这么认真 周斌不得不磨烂嘴皮给韩寒说了很多甜言蜜语 最后韩寒还是屈服了 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在他探望曾斌时心里必须想着自己 回去的路上周斌看韩寒住的地方太远了 于是他提出给韩寒租一套离公司进的房子 但韩寒却是有底线的 他不想现在就变成他的金丝雀 当场就拒绝了 但韩寒在外面玩了几天 享受了富人还有的生活 如今让他再次挤公交却觉得很不舒服 隔天周斌就冒雨来到韩寒家里 说自己坐地铁体验了他每天上下班的经历 韩寒看着他满身湿透了特别的心疼 年忙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来投喂 其实周斌这次来的目的还是想给韩寒租一套房子 他就是方便自己能随叫随到 韩寒明白现在他们感情好能这么重 万一感情破裂他就得立马搬出去 他可不想因为住了他的房子就失去了平等和自由 可周斌每次和他约会都觉得特别的费劲 于是就撒谎说他朋友订了一套家具 现在他们都没办法过来 让韩寒帮忙去接收一下 而且地方离他公司特别近 接着韩寒就按照地址来到高档小区 看到这里的风景是他梦寐以求的 进房间后就看见早已摆放好的拖鞋 看着豪华的装修 韩寒明白这就是周斌给自己找的房子 他四处看了看这里的风格和装修自己都特别的喜欢 这时周斌刚好回来 告诉他这房子空置好几年了 之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租客 现在他要准备租下来 韩寒已经被这场景感动了 他也迫不及待地想成为这个房子的女主人 隔天就带何之男来参观 向他炫耀自己有多么的幸福 这时何之男询问他周斌还有没有和他前妻见面 韩寒却说周斌也是为了他们十几年的夫妻感情 当两人正要看曾成的朋友圈时 却发现了周斌和曾成的亲密合照 这可把韩寒气坏了 立马跑到他们公司询问 明明他们已经离婚了 还是食指相扣恩爱甜蜜 整得自己好像是个第三者 周斌这只老狐狸为了欺骗韩寒 他拿出曾成割腕自杀的照片 说曾成接受不了离婚 进厨房就拿了一把菜刀把自己伤成这样 就为这是自己晚上都没有合眼 还故意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 韩寒听后相信了他的谎言 还主动过来给他赔礼道歉 这也正是周斌已经把韩寒拿捏得牢牢的 另一边韩苏从上次见过他的父亲后 心里就一直念念不忘 每次上下班都会来这里看他一眼 而且还时不时地向领导打听他的消息 这天表姐来香港看望他 韩苏给他讲了这件事 他以为见到他自己会情绪失控 但结果却很好 他是那种彬彬有礼的样子很温和 当时他就在想如果忍不住冲到他面前 告诉他自己是他的亲生女儿 不知道他那淡定的脸上会出现什么样惊悚的表情 接着韩苏就拿出一张他父母的照片 虽然当时他们年轻 可韩苏还是一眼认出了他 而且还通过网络了解到他居然是位这么有名的律师 我就是想获得特别好的成就 然后以一种很骄傲的姿态 看到他的面前 装作不经意的样子 在他面前提起一下我妈的名字 我很想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自己努力这么多年 就是想要有一天能够超越他 就是这个念头才让韩苏一直努力 支撑到现在 送表姐出来时 曾成却告诉他和周斌办了假离婚 目的就是要买一套大瓶层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 他些什么 他住鬼 我们家里所有的财产都在我的名下 这天孙韩韩突然收到曾成点名要他进自己的团队 这可把孙韩韩吓坏了 而且曾总和甲方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 孙韩韩立马到洗手间整理一下自己 在会议时他想起昨天周斌告诉他曾成因为躁动症拿刀割腕自杀 但曾成自信的表现看着完全正常 只是手腕那里确实有伤痕 正当韩韩想不明白时 曾成让他说说新产品的意见 本来韩韩就心生怨气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完全没把曾成放在眼里 但我总觉得有点高高在上端着架子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显老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明白他这是要和曾总对着干 但曾成却没有生气 反而觉得他的想法更切入年轻人的情感 结束后韩韩才反应过来自己闯祸 他立马跑来给曾成道歉 说自己没有想好胡乱瞎说 可曾成还真看上了他这具有破坏性的想法 韩韩看老板没有生气 就旁敲侧击地询问了他手臂的伤 曾总 您手怎么了 我们家有套房子在装修 我不小心就摔倒了 韩韩并不相信他说的 觉得他还是因为躁动症引起的 觉得他这种人最在乎面子怎么可能说实话 晚上回家曾成就让周斌看他们新房的设计图 而且还特意留出来一间做儿童房 这可让周斌有点不相信 因为曾成一直坚守做丁克 可这次曾成说话的态度却是认真的 他想不到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人长得像自己又像他老公 那会是什么样子 周斌一直喜欢孩子 听到这些他也很感动 趁着他们现在还能生 就要抓紧时间 隔天他们就去了医院做检查 结果医生却告诉他们因为年纪比较大 卵巢功能下降 而且子宫后轻不容易受孕 如果做试管过程非常坚固 一旦失败身体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曾成听后非常失落 他想不到自己想要孩子时却要不要 上班后韩寒送材料却看见曾成在抹眼内 他还和同事说是他自己太要强 正当两人聊得开心时 曾成又开始进入了工作 会议中韩寒的手机突然响起 周斌要约他晚上一起吃饭 但由于今晚要加班 韩寒可能回不去 可周斌却点了饭菜等着他 可这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 当韩寒浑身疲惫的回来后 还要笑脸相迎给他赔不试 很明显周斌生气了 他提到韩寒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 索性辞职自己养他 可韩寒压根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但他现在还不知道离这样的生活越来越近 他让周斌三个月内必须和曾成段的干干净净 另一边韩苏从香港回来 瞿一鹏给他做了桌丰盛的饭菜 可瞿一鹏的手机一直响 而且还光明正大的把他与何之男的照片放到了屏幕上 韩苏知道他已经有了新女朋友 而且也猜到对方家境不错是个富二代 还说了以后和他在一起就不用小的攒钱买房子 还能帮助家里的父母兄妹 韩苏明白他最爱的是他自己 这些也就是恭维的意思 像他这种有野心有欲望的人 一旦发现对方没有利用价值 就会毫不犹豫地剃开 韩苏说到了他的心坎里 最后两人闹了个不欢而散 离开后韩苏哭了 毕竟他爱了这个男人四年 瞿一鹏也流下了眼泪 毕竟之前都付出过真心 等他出小区门口时却遇见了何之男 两人似乎都认识对方一样 但没有说话就这样擦肩而过 回到香港韩苏就投入了工作 老板给他透露出自己刚来十几天就成功签下了客户 让他勇于挑战自己 接着韩苏就找到了之前的老同学 让他帮忙把高鹏介绍给自己 因为他知道高鹏刚接手了公司 正为上市发愁 他也正需要这样的客户 很快韩苏通过老同学的介绍正适和高鹏认识 而另一边瞿一鹏在和何之男吃饭时 无意间听见他说隔壁工卫的女孩是地产富豪家的千金 自己和他关系还不错去过他们家几次 瞿一鹏这才发现自己居然追错了人 何之男还告诉他福家千金在公司待了几个月累了 还要去大溪地度假休养身体 还拿出那边的图片给瞿一鹏看 瞿一鹏越看越觉得后悟 为了能确认这件事 他找到了他们公司的同事了解何之男的背景 他这人呢 狭狭都一般 有个谈了很多年的男朋友 据说条件还挺不错 可能就是仗着有人给他买点礼物 所以他总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优越感 听完这些瞿一鹏彻底明白了 他第二天就让何之男带他来父母这边看看 看着陈旧的老房子 爸妈一个是科长 一个是年纪主任 攒了半辈子钱才给他买了白玉家园的房子 瞿一鹏越听越待不下去 于是就找理由赶紧离开这里 何之男却不知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瞿一鹏回到家就打包东西 他要赶紧离开这里 临走前还抱走了他们酸酸官 这边何之男连续给他发信息都没见回应 打电话也不接 他干脆跑去他们公司查看 殊不知瞿一鹏前脚刚走他后脚踩进来 最后也没见到人 瞿一鹏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何之男想不明白自己做错什么了 让他这样冷暴力 他愿意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24小时能回复他就既往不救 可等到天亮打开手机依然没有他的消息 何之男这才明白是他故意离开了自己 瞿一鹏的出现他恍惚就像一场梦 但他却无法接受痛哭了一大场 殊不知瞿一鹏已经抱了旅游团 正前往大溪地寻找真正的白富美 另一边韩苏也正式来到了高鹏的公司 由于工作需要登陆微博账号 高鹏直接让朋友帮他操作 刚一打开就发现有人给他发了很多私信 一爱之男 这是何之男的小号吧 听见这个名字 韩苏知道了他就是前男友的女朋友 而且还有他们两个人的照片 原来这都是瞿一鹏在和何之男出去游玩时 通过何之男的微博找到了高鹏 他故意用小号私信给他 给我 给我 高鹏看见他们的合影后 才明白女友已经背叛了自己 你鬼早就跟他分了吗 我们和好了 自从韩苏知道何之男就是瞿一鹏的亲女朋友后 他就有了报复的想法 而且拿下高鹏就有机会成为项目负责人 想要成功必须先要和他成为朋友 所以韩苏直接把他们四人的关系告诉他 这下高鹏才知道他们俩也算是难兄难弟了 接着两人就去了酒吧 互相说出了心里的苦 高鹏这才意识到之前何之男为什么一直敢自己走 他现在伤心的成分要比愤怒要多得多 何之男是他见过最善良最有道德感的女孩 自己不在他的身边 外面会有很多诱惑 早不说高鹏才是全剧最好的男人 事情都这样了他还在为别人考虑 当他送韩苏回去时 竟主动提出了他们的证实 因为高鹏的公司最近要上市 正需要韩苏这样的律师 于是他们约好明天下午见面 临走前韩苏的几句忠告 也让高鹏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 看着他的背影 高鹏心里也有了新的想法 另一边何之男还无法从失恋中走出来 瞿一鹏断牙式的失踪 让何之男仿佛做了一场梦 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 只能用酒精麻醉自己 殊不知两人的谈话 竟让身后的歌手听去 而且还把他的故事编辑成了一首歌 在酒精的麻醉下 何之男便和他嗨在一起 而且八台小哥还说 对方是正经的上升星星 在这样的气氛下 何之男直接删除了瞿一鹏的微信 彻底和他告别 但这时男歌手却主动过来示好 还夸赞何之男很有天赋 想法也很特别 于是他主动加了何之男的好友 没想到第二天男人就找过来 还说他公众号上的文章都看了 一直夸赞他特别棒 临走前还把自己新歌的小杨送给何之男 希望能听听他的意见 可何之男压根不懂的音乐 但男人的目的不是这些 随便夸赞他几句就离开了 回去后何之男立马打开电脑开始欣赏 他还真以为遇见了真正懂自己的人 很快男人就约他一起去录音棚 何之男以为是让他一起创作一期改词 含含劝他现在肯定是想找个人填补一下空窗期 毕竟两人才认识几天 但何之男却说自己和他一点那方面的感觉都没有 对方纯粹是看上了他的才华 但没想到到录音棚以后 男人只是敷衍几句歌词 就跑到何之男面前耍起了流氓 这可把何之男吓坏了 男人告诉他为了今天的约会把所有工作都退了 觉得他能过来也就是想亡了 听见这话何之男也彻底激怒了 怎么你看不出来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吗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男人见何之男真要走 他索性还破口大骂 何之男失落地走在大街上 接二连三的欺骗让他倍感羞辱 自己心烦地坐在马路边 殊不知对面来的洒水车竟然又见了他一身 此刻他特别的无助 这时突然看见手机上显示 还有三天就是他与高鹏在一起七周年纪念日 另一边在酒吧跳舞的高鹏也同时看见了这个信息 当时两人就约好这次纪念日在香港过 何之男这才意识到高鹏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人 何之男本来是想利用这次见面和高鹏说分手的事情 现在却不知道怎么办了 他却不知道高鹏已经知道了他所有的事情 高鹏也把这件事告诉了韩苏 韩苏觉得高鹏还没有放下何之男 毕竟上次回江州何之男确确实实地帮了他 高鹏还觉得是何之男有自己的苦衷 高鹏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他也听从了韩苏的意见 给何之男发去了信息 何之男看见后仿佛抓住了最后一颗生命稻草 很快他下了飞机 但高鹏却已开会的理由没有接他 只是给了他一个地址让他自己打车过来 来到小区门口还是管家过来迎接的 曾成为了想要一个孩子 每天忍受着打牌卵真的痛苦 这天他无意间发现了老公的秘密 知道他平时只听古典音乐 也是同一首歌 于是就打开手机才发现他老公的歌单列表里 推荐人竟然是孙寒寒 这让他立刻觉得不对劲 而且最近还发现他老公总是反锁门在偷偷打电话 手机还总刻意反扣起来 在他偷偷查看时却没有通话记录 于是曾成就展开调查 被曾成发现后 周冰与孙寒寒在见面都武装的像特务一样 生怕在节外生枝 而且孙寒寒想不明白他们都离婚了周冰为什么这么怕 周冰一直用假离婚证欺骗寒寒的感情 可这个傻姑娘却还相信他的鬼话 为了让韩寒安心周冰掏出一张商场的购物卡 韩寒也是比较现实 从来不会和金钱过不去 过后他还向闺蜜炫耀 韩寒也看得出周冰对他的愧疚 这个时候他却选择了大气 可第二天曾成就把韩寒约了出来 韩寒虽然没有底气 但他却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事情 刚坐下来韩寒就说出了自己的男朋友是他的前妇 曾成这才知道周冰把离婚证给他看了 也明白了周冰对付小姑娘的这些小把戏 可孙韩寒却相信了周冰的谎言 曾成把周冰所有的谎言都说了出来 也告诉了他们是假离婚 韩寒这才明白周冰为什么不对外公开他们的关系 曾成把韩寒约出来本想让韩寒远离周冰 但这个傻女孩却天真的相信了爱情 曾成没想到周冰竟让孙韩寒这么相信他 孙韩寒为了拿出自己的实力 说出周冰在中城会给他买的房子 这一刻彻底触碰到了曾成的底线 两个被耍得团团转的女人在言语上都没有放过对方 但离开后他们都知道自己已经败下阵安 孙韩寒回想着周冰给自己所有的诺言 事情的整个过程他也分不清楚是真是假 等他回到以前的出租屋时却无法接受这样的生活 另一边周冰在谈一个重要的客户 曾成的一个电话直接把他叫回了家 询问他中城会的房子怎么回事 为什么在外面说自己是疯婆子有遭遇症 周冰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孙韩寒身上 立刻给我滚 周冰被赶出来后第一时间又找到了韩寒 韩寒更是被他的谎言把他拒之门外 无路可去的周冰开车竟然又遇到了交警 本来心情就很郁闷 不一会儿就和交警吵了起来 周冰直接被带到了派出所 这一刻才是他旧游自取的结果 第二天出来后他来到韩寒这里 他笃定韩寒不会不管他 周冰在楼下一直等到天黑 韩寒最终没忍住给他送了一瓶水 也让他回去和曾成说明白 把事情处理好再来找他 这时曾成突然打来电话 为了让韩寒放心 周冰和曾成说话的态度很是硬气 回去的路上又看见曾成发来的视频 他多年前的遭遇正在一次被揭开 周冰再也忍受不了他这种强势的态度 最终让司机选择了掉头 韩寒也一直希望周冰这次不会再骗他 处理好事情能够再回来 这时门铃响起 韩寒看见周冰的那一刻他彻底破防了 表妹却劝他现在不能做这么绝 关键不让他回家外面有人全面接受 他们也猜到周冰有可能就是逢场作戏 主动权在他自己手里 如果一直逼他这样下去 就等于成全了他们 曾成听了表妹的话 他先是把之前弄坏的音响高价又买了一个 再去唱片店把周冰喜欢的片子再次买了回来 周冰接到消息后立马回了家 看到全新的音响他非常开心 当他满屋子寻找妻子时 曾成刚好从外面回来 而且还给他买了最喜欢吃的三文鱼和牛排 要为他亲自下厨 这时周冰却说自己正在减肥晚饭就不吃了 曾成又立马陪他做点沙拉 周冰看着妻子对自己这么用心 顿时心里有些愧疚 这时曾成也提出如果不愿意复婚他也能理解 毕竟自己也不是小女孩了 什么都不用解释 他们之间发生了这么多 只怪自己明白的太晚 当初没有任何防备就同意了离婚 周冰听着妻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他开始心平气和地给妻子道歉 承认是自己错了 因为在他心里这里始终都是他的家 曾成看他这么认真 认为他们还是夫妻 就把离婚时候的财产说了清楚 当时他们所有财产都在曾成的名下 还有周冰公司的股份 如果不复婚对周冰的损失相当很大 周冰也明白这是曾成给他的一次机会 以后一定服服帖帖的好好和他过日子 周冰听完妻子的话 他也知道自己没有了退路 离开曾成他将一无所有 这天曾成准备去上海出差 表妹提醒他现在出去 就等于给了周冰偷心的机会 曾成非常明白自己不给他机会 他也不会闲着 一次和一万次能有什么区别 他还能放下手里的工作天天拴着他吗 表妹都没看懂曾成的这步棋 他表面是要开始宣战 其实是暗示周冰就算是复婚也默许了他们的关系 到那个时候就换孙晗晗坐不住了 等他发飙的时候周冰自然就厌倦了 孙晗晗心气那么高 不会把大好青春浪费在已婚男人身上 曾成刚离开周冰就和孙晗晗来到健身房 孙晗晗发现女人的热恋期要比男人长 他永远都记得当初周冰在健身房里 不知疲倦浑汗如雨的少年感 现在他们在一起了 却发现周冰早已没那个劲了 这时他们突然遇见了老王 周冰立马甩开孙晗的胳膊 介绍他们说是自己的外甥女 孙晗顿时非常生气 当孙晗在吹头发时刚才的女人也走过来 他主动和孙晗聊天 也看出了他们的关系 因为他也是别人在外面社交的人士 听见这些孙晗更加生气了 明明说好的正大光明 现在却成了偷偷摸摸 回去就开始质问周冰为什么不公开他们的关系 还要骗自己多久 这时周冰却说出了他要与曾成复婚 为了他名下所有的财产 还让韩寒放心复婚后还会离婚的 周冰告诉他如果不复婚 他名下一分钱都没有 现在所有的开支都是律所预制的 曾成是律所的大股东 他的资产将变成附属 孙韩寒表示自己是有底线的 不可能给他一直当情人 周冰让他把独立女性的那一套先放一放 看看这周围的环境 如果不是自己费尽心思给他想要的生活 靠他自己二十年三十年也未必争夺到 周冰也明白 如果自己真是一个一世无成囊中羞涩的中年男人 孙韩寒也不可能会看上他 所有的风花雪月甜言蜜语 都是要用金钱来供养的 说的孙韩寒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很快周冰又遇到了大麻烦 他的客户被人暗算 现在能救他的只有曾成 接着周冰为了解决手上的麻烦 化身司机把曾成带到民政局门口 而且还准备好了所有证件 你什么意思啊 出婚了 就在何之男刚来香港时 才发现高鹏从来不缺美女 接待她的是高鹏同学的妹妹爱你 看见这样的场景何之男开始紧张了 原来这都是韩苏在给高鹏出谋划策 也是对何之男的报复 就是要让他知道爱情里不只是有安全感 更是有危机感 何之男听着这个女人给他介绍 房间里的所有东西 都是他陪着高鹏给他精心挑选的 艾米丽还说到他最喜欢卧室里的大浴缸 这里的山景真的超级好看 听见这么挑衅的话何之男开始慌了 他急忙四处喊高鹏的名字 看见高鹏走过来 立马扑在了他的怀里 诉说着心里的委屈 这时韩苏从房间里出来 何之男还不知道 韩苏就是那天电话里的苏苏 两人有过一面之缘 他就是要给何之男一个下马威 刚来到香港 何之男还以为高鹏不知道自己的事情 还像往常一样去亲他 可下一秒高鹏直接亲在了他的脸上 这让何之男感觉高鹏变了 第二天艾米丽就和韩苏讨论 何之男特别普通 根本配不上高鹏 韩苏也看出艾米丽想假戏真做 告诉他有些人的优点是藏在暗处的 这比那些显而易见的优点更难得珍贵 也更难应付 但艾米丽却说自己想得到的男人还没有得不到 而在他看来韩苏比起何之男更有挑战性 晚上吃完饭高鹏送走大家 看见何之男在刷盘子刷完 高鹏告诉他已经做了飞庸的事情 这会让飞庸认为在嫌弃他 说完高鹏就要上楼看资料 实际他是在躲开何之男 给自己戴了一个这么大的绿帽子 不知道以后要怎么面对 其实何之男也感觉出了高鹏的变化 他敲门过来要与高鹏坦白 说出了他与瞿一鹏所有的事情 这几个月自己确实很享受被他们争夺的感觉 但来到香港面对谈了七年的男友 他做不到欺骗 高鹏听到这样的坦白 也体会到了他的煎熬 当何之男要走时高鹏把他留了下来 因为高鹏把他当做这个世上最在意的人 就算他一时糊涂 也准备原谅了他 这可说到了何之男的心理 抱着高鹏就是嚎啕大哭 两人很快又回到了从前的状态 何之男还向闺蜜寒寒分享自己的喜悦 这时他突然在床上又发现了一枚耳钉 他怀疑高鹏也有了其他女人 可能是艾米丽 但另一个人设告诉他耳钉是淑女风格 不像是艾米丽 现在敌情不分不能出手 在要准备睡觉时何之男又看见了 艾米丽给高鹏发的美女照片 这更让他怀疑是艾米丽 其实高鹏心里早已有了韩苏 他愿意和韩苏在公司聊聊天 也不愿早点回去陪何之男 何之男为了找到突破口 他想到了韩苏能帮助自己 于是第二天就约韩苏出来吃饭 可韩苏面对自己之前的情敌 并不想说什么 何之男直接拿出耳钉 要听听他的看法 何之男说到只要愿意帮他 他也能让韩苏正式成为高鹏的客户 这样的要求很让韩苏为难 不想掺和这样的事情 何之男很爱高鹏 他觉得韩苏是高鹏很信任的人 但韩苏想起表姐告诉他 瞿一鹏已经是他的过去事 完全没必要为这个人斗起 最主要目标还是拿下高鹏这个客户 因为耳钉是艾米丽从他那里借的 为了除去艾米丽拿下高鹏 他选择帮助何之男 不排除他自己留下来的 目的呢 就是想让你发现之后跟他吵跟他闹 你们俩之间的间隙越大 他的机会不就越多吗 当晚他听见高鹏打电话 在寻找其他律所的律师 何之男便询问 他不是已经答应韩苏把项目给他做吗 高鹏却告诉他这时生意 不是娶媳妇 要货币三家 听见这样的话 何之男也明白了高鹏不再是以前的傻小 变成了小高总 而且还经常让他回忆以前的事情 高鹏很舒坦地躺在何之男的腿上 看时机成熟 何之男便提到了自己不打算回江州了 留在香港陪着高鹏 这可把高鹏吓一跳 其实高鹏并不希望他留下来 还没说出自己的想法 高鹏就接到了艾米丽的电话 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 高鹏本来不打算过去了 但听到对方说到韩苏也在 高鹏立马改变了态度 他对何之男谎称公司有应酬必须出去 何之男觉得他不对劲 于是给韩苏打电话才知道是艾米丽过生日 热闹的酒吧里 当艾米丽许愿说以后每年生日都要与高鹏一起过 这时何之男盛装出席 还给他带来了当时留在床上的那只耳钉 艾米丽看后脸色立马变了 何之男也算出了口恶气 高鹏猜到了是韩苏告诉的何之男 但韩苏觉得一起过生日没必要遮遮掩掩掩的 不然才会让他起一心 更觉得暧昧 何之男心里很是开心 他跳完舞后来到韩苏身边 感谢他今天给自己出谋划策 那还是我的 艾米丽问我贱 他故意有你的东西 他陷害你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韩苏这样做其实也另有目的 但他没想到何之男竟把他当成了朋友 这时有个男人气汹汹的要拉走艾米丽 一旁的高鹏却看不惯了 两人情急之下大大出手 何之男看见自己的男友被人欺负 他立马跑过去用高跟鞋砸向对方 而且这个猛进把在场的人都看待了 回去后两人鼻青脸肿的 他们这个样子仿佛又回到了上学的时候 高鹏仔细地给何之男擦着身上的伤 告诉他自己只有在他的面前才不用装 也不怕被嫌弃 面对那些灯红酒绿都是虚的 只有拉着他的手才觉得踏实 这么多年他们早已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此刻两人又找回了当初恋爱的感觉 第二天韩苏过来看望何之男 说到昨天何之男像低空炮弹一样横着飞出去 真的很羡慕他的勇气 这时何之男告诉他自己不准备回去 辞职留在香港 韩苏告诉他如果这样生活的重心只能靠男人 何之男知道女人要独立 但工作这么多年还是一事无成 他现在就想把爱情放在第一位 他也很欣赏韩苏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自己就算是在羡慕也做不到 没有那个能力和勇气 韩苏听见他给自己说了这么多心里话 没想到何之男对他如此的心愿 觉得自己太狭隘了 晚上他看了何之男写的文章 觉得他还挺有犀利和幽默 句子让人很容易读进去 建议他继续写下去 也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 何之男看见他的评论也很是感动 两人不知不觉竟有了说不完的悄悄话 第二天何之男就来到公司 高鹏以为来找自己 高鹏已经把艾米丽拉飞 他非常感谢韩苏的帮忙 韩苏为了让何之男把那些文章继续写下去 还给他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 让他回去就找时间赶紧醒 何之男也为了还他人情 特意买了漂亮的裙子送给韩苏 这天何之男和高鹏在外面吃饭 就随口问了句他和韩苏什么时候能签约 但高鹏却告诉他签不签还得董事会决定 何之男为了让韩苏成功签下他们公司 特意拿着高鹏公司的资料送给韩苏 希望能对他有用 这也让韩苏特别感动 又在前几天 周斌为了利益还在苦苦哀求曾成能和他复婚 因为公司遇到了危机 他怀疑是曾成故意让自己不好过 但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死皮赖脸砍求他 可曾成的心已经被这个男人伤透 他毫不犹豫地甩开了男人的手 说就算是复婚也可以再离婚 再离婚就意味着要重新分配财产 曾成早已看透了周斌的想法 他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他 说完就下了车 可周斌知道自己离不开曾成 他还是选择了追上去 但曾成已经看到了他对自己第三下死 也算出了口恶气 但他却比之前更难过 毕竟这个男人是自己曾经最爱的人 另一边孙寒寒接到领导打来电话 让他马上来公司开会 而且还是曾总点名让他参加 这可让孙寒寒心里害怕 他以为曾成是要故意为难他 孙寒寒 这个项目是由孙寒寒负责的 你坐在前面 孙寒寒心里非常忐忑 他不知道曾成要怎样羞辱他 但他也做好了对应的办法 可由于心里紧张开会时连连出错 曾成也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让自己下不来台 反而还在客户面前帮他说话 于是在曾成出来时 孙寒寒向他表示感谢 曾成明白他不会把工作和私事混在一起 毕竟这个是两百万的广告 他犯不着花这些真金白银来赌气 而且还让他赶紧把后面的方案做好 我会的 跟你尽快交片子 我就再也不用见到你 孙寒寒这才明白自己在他面前 连战斗的资格都没有 只能被碾压被降维打击 这才是真正事业女性 让孙寒寒淑的心服口服 另一边周斌还在为公司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 他堂堂一个法学院的高材生 天天为了这种迫事帮别人擦屁股 气得他当晚让所有人留下来加班 直到第二天早晨他接到了曾成的电话 听见这样的消息 周斌才明白在最困难的时候 还是前妻给他送来温暖 也明白自己永远离不开他 解决完事情周斌买了鲜花药送给妻子 这时他却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 是曾成晕倒了 经医生的检查是曾成之前打排卵针造成的不良反应 凝血功能障碍导致的昏迷 最坏的可能就是偏瘫 这一刻周斌整个人都慌了 他知道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照顾好曾成 两人现在是假离婚的状态 只有得到他的原谅 才有可能拿回资产 但曾成表示他已经请了护工 让他不要在这待着 可说什么周斌这个时候也不会离他而去 就在晚上吃饭时曾成也向他表明了态度 不管什么样的结果 我都不会跟你复婚的 我最后的态度 不管你根本跟我复婚 检查结果有多么糟糕 我都不会抱下你 这个时候能听见这样感动的话 曾成都不知道周斌是不是出于真心 晚上看见周斌一直陪在床边 他似乎对这个男人放下了戒备之心 想再给他和自己一次机会 可这边孙晗晗却等不及了 为了能确定和周斌的关系 他准备三人对峙 故意把周斌约到了曾成论坛会的餐厅 此刻的周斌还完全不知情 结果刚走到楼上就看见了曾成的海报 于是就慢下脚步 这时正在陪客户的曾成也突然看见了他们的到来 这一刻又让他知道周斌再一次背叛了自己 周斌也明白了是孙晗晗故意把他带到了这里 正当他们争执时曾成却走了过来 周斌立马甩开了孙晗晗的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斌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见情形不对他立马找理由离开 可曾成却让他把事情说清楚 也让孙晗晗明白他是多么的不自量的 复活曾成 已经复活了 听见这话孙晗晗才彻底明白自己才是那个被抛弃的人 周斌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把利益放在第一位 看着他们夫妻恩爱的表情 孙晗晗站在那里就像一个小丑一样 狼狈地跑了出去 这一刻才明白从一开始就错了 他被周斌的假离婚证欺骗的豪彩 自己虽然想嫁入豪门 但他也有底线 绝不会做别人的第三者 痛哭完以后他删掉了周斌的所有联系方式 也算是与他彻底告别 第二天孙晗晗就搬离了周斌的房子 周斌和曾成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 但曾成为了拿捏这个男人 让他签一份忠诚协议 为了让曾成看到自己的忠心 周斌也只能选择签字 自从孙晗晗彻底离开周斌后 周斌就死皮赖脸经常给他打电话骚扰 而且还以曾成的名义在整个圈子封杀孙晗晗 让他彻底找不到工作 而在这个时候周斌为了能掌控孙晗晗 他居然买了钻戒向他求婚 保证等他怀了孕 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和曾成离婚 孙晗晗也明白 凭他自己摆脱不了周斌的骚扰 索性就假装先接受 周斌以为他挽回了孙晗晗的心 可孙晗晗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傻女孩了 所有对话都录了音 为了能摆脱周斌 他只能找一个比周斌还强大的人 于是他想到了曾成 把所有真相告诉了他 而且还拿出了他们之前的录音对话 曾成这才明白周斌和他复婚 只想分他的财产 这次他彻底对这段婚姻失望 孙晗晗按照王律师给的任务 回去就在商场各种买买买 就是为了他们离婚搜集证据 而另一边曾成调换了周斌律所的财务总监 他气汹汹地来找曾成理论 曾成为了先稳住周斌 他只能说是要拓展业务 而周斌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让他有了自保的概念 等孙晗晗收集了所有的证据 他第一时间交给了王律师 王律师也提醒他周斌如果知道了这件事 他一定会打击报复 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另一边周斌刚出差回到家 曾成就打开了他与孙晗晗的录音 还有他给孙晗晗买的各种礼物 还有戒指和发票 接着又打开他和孙晗晗的合拍 还有聊天记录 周律师 把这个签了 拿着你心里走人 房子和钱都是我的 你一个子都拿不了 这下也让渣男尝到了背叛该有的惩罚 如果不答应 曾成就要和他法庭见 但周斌身为律师 他知道就算上法庭 仅凭这些法官一分钱都不会多判 不过这也在曾成的意料之中 婚姻中有多少男人口口声声说要近身出户 到头来算得比谁都紧 曾成本想如果他真签了 近身出户 也承认周斌式的男人 可周斌怎么可能就这么妥协 他第一时间找到了孙晗晗 而这一切也都被曾成提前预测到 他很快会来找你 你不要逃跑 也不要待在公共场合 孙晗晗心里有了底气 小心翼翼的提醒周斌让他回房间里谈 因为私密空间会助长他的嚣张气焰 他可能会殴打你 违宪你 孙晗晗刚到家就被周斌一把推倒在地 曾成告诉他一定要想办法留下证据 当孙晗晗拿起手机想要录音时 却被周斌发现 对着周斌又夺走了他手里的包包 把所有东西都翻了个遍 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 他想让孙晗晗付出代价 当孙晗晗想要抗拒时 却被周斌一把按在床上 这时孙晗晗想要大声呼救 他突然想到了曾成说不要过度反抗 要引导他 让他敌撑 有些付出 在所难 孙晗晗只是往旁边看了一眼 周斌便猜到了不对劲 他直接拿走了孙晗晗口袋里的录音笔 还有旁边画框里的摄像头 这一刻彻底把周斌激怒了 狠狠地把画框摔在地上 孙晗晗也被吓得心惊胆战 最后周斌把孙晗晗臭骂了一顿便离开 过了一会儿 孙晗晗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后 他拨通了报警电话 因为房间其他地方早已装满了监控 把刚才所发生的都记录了下来 很快周斌就遭到了报应 他在开会时警察过来叫他去派出所传话 可周斌还不知道什么案件必须要和他们回局 当警察叔叔拿出逮捕通知书 周斌这才知道是刑事案件 上车前曾成安排人把这精彩的荫幕拍了下来 周斌进去后做了个项检查 他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欺骗女人的感情不会有好下场 接着孙晗晗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何志南 如果周斌构成了犯罪 立案告知书就成立了 周斌的麻烦就可大了 除非他亲口承认他与孙晗晗是暧昧关系 如果这样正是曾成想要的 他们离婚周斌一分钱也拿不到 这时孙晗晗又接到警察叔叔打来电话 说他与周斌的口供不一致 让他再去派出所一趟 可这时孙晗晗也意识到周斌如果承认了他们的关系 最坏就是和曾成离婚 周斌很快就会被放出来 出来后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孙晗晗到局里才发现周斌只因为打人被处罚拘留三天 没想到身为律师的周斌也不会做一代理 王律师让曾成去派出所调取周斌的笔物 作为他婚外恋的证据 可曾成却拒绝了 他知道孙晗晗这么做就是要用他的手干掉周斌 可曾成却想让孙晗晗亲自出庭作证 这样就能亲耳听到他在法庭上唱 我没什么错 再说了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复得婚 我是被骗的 曾成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周斌在两头骗 但是到如今这些都不重要 现在要他明白最重要的是什么 周斌三天后就会被放出来 之后肯定不会放过孙晗晗 能够撼动一个男人的就是他的事业 只要孙晗晗愿意出庭作证 曾成就可以把他的事业打回原形 到时候他自己在江州都难以立足 更别说会控制别人了 曾成也说就算是孙晗晗不出庭 他和周斌在法庭上针锋相对 到时候也会牵扯出孙晗晗 留言传的到处都是 他和周斌一样身败名裂 很快周斌要移民澳洲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 何知难不明白周斌现在派出所 怎么可能移民呢 孙晗晗明白这都是曾成对他的第二回合 周斌的复仇爽片 让何知难大开眼界 为了不让孙晗晗受到伤害 何知难打算让韩苏帮他求求情 但结果却也不能保证有好转 另一边韩苏在和表姐吃饭 说到了周斌移民的事情 被宣传的效果正是曾成想要的 他知道这样的举报周斌可以第一时间出来澄清 可现在他在看守所里已经错过了澄清的黄金时间 韩苏都夸赞他这招真的挺狠的 事情在网上传的到处都是 这对于大合伙人来说更担心 整件事情对律所声誉有影响 估计几个大合伙人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要与周斌贴亲关系 何知难思考了好大一会儿 忠于鼓气勇气给韩苏打去了电话 韩苏一听也明白了 他是要为孙晗晗求情 这件事他知道该怎么做 孙晗晗也明白有些事情必须要自己面对 一段感情如果从一开始就错了 不管有多努力也只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韩苏这边有意提醒表姐 是不是必须要孙晗晗出庭作证 韩苏听出了表姐坚持的态度 就算孙晗晗有些无辜 曾成也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这样才能尽快愈合自己的伤口 隔天何知难就带孙晗晗来到韩苏这里 想要知道结果 韩苏直接告诉他 比起原谅更适合孙晗晗的只有惩罚 其实孙晗晗也想到了 他让韩苏转告曾成自己愿意出庭作证 有些错误还得自己面对 韩苏也向何知难说明了 他和高鹏的关系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他们三个终于解开了所有的误会 也愿意重新相信对方 如果不是因为这么糟糕的关系 他们肯定能相处成最好的朋友 很快三天过后 周斌从看守所出来 拿到手机就看见了自己所有的负面新闻 可还没有一会儿在路边又碰见了曾成 曾成这次过来是专门为了离婚案 给他送法院的传票 周斌也知道了这背后所有的事情 都是曾成所为 曾成就是让他为背叛自己而付出代价 第二天周斌还像往常一样去上班 同事们看见后都在指指点点 打开办公室的那一刻才发现这里已经变了样 而且门牌已经换了其他合伙人的名字 周斌的主业是娱乐行业 名字常年和流量明星在一起 这个圈子最重视的就是名声 如今名声坏了什么都没了 律师事务所根据协议强制让他离开了这里 在开庭的前一天 孙晗晗心里特别紧张 他约何知难出去好好放松一下 好安抚他不安躁动的情绪 吃喝玩乐了一个晚上 在何知难的鼓励下 他重新找回了自信 要勇敢面对明天所有的一切 第二天就是开庭的日子 孙晗晗来到法院的等候时 他心里还是不由的紧张 整个身体都是冰凉凉的 还好工作人员送来一杯温水 在焦急的等待下 法官终于让他出庭作证 孙晗晗当着所有人的面 也承认了他与周斌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但周斌为了让他难堪 竟然连续问了他三个问题 而且还问到他与自己发生过几次关系 这可把孙晗晗惹怒了 曾成看出了周斌的不怀好意 立马让律师阻止了回答 孙晗晗也和他撕破脸 如果要自己说出来所有细节 答案对周斌都不是很友好 孙晗晗表示自己是来作证的 不是来受当副审判的 谁都有资格骂他是第三者 唯独周斌他没有资格 当初如果不是周斌拿假离婚证来欺骗他 孙晗晗也不可能被他耍得团团转 他知道自己在感情里有野心和虚荣心 还幼稚透度 但他从来没想过去伤害任何人 孙晗晗的一番话让曾成另眼相看 也真正说到了他们所有人的姓名 出来后就连工作人员都觉得 孙晗晗刚才真的太棒了 出来法院的那一刻 孙晗晗彻底释放了 面对正午阳光他终于卸下了包袱 重新找回了以前的自己 而曾成在门口看向周斌时 那个陪着他走过十几年婚姻的男人 他现在也终于可以放下了 周斌现在应该很后悔 自己当初所犯下的错 庭审结束后 韩苏帮曾成转告孙晗晗 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了责怪 他们都需要往前看 孙晗晗也表示 只要不继续做敌人就谢天谢地 迈过了这个坎 他打算狠狠地睡一觉 养精蓄锐一周之后重新找工作 可没想到几天后 曾成居然约孙晗晗出来 而且态度就像是见了朋友一样 曾成告诉他周斌离开了江州 可能去了深圳 这也正是他们想要的 因为周斌只为他自己活着 不管以后他怎么样 都和他们没有了关系 为此他们一起庆祝 摆脱了渣男 其实曾成这次过来 是让孙晗晗加入他们公司 不说以前的事情 曾成很看好孙晗晗的实力 他想让孙晗晗成为 自己最好的合作伙伴 在上海集团想建立一个分部 打算让孙晗晗过去 做那边的负责人 孙晗晗做梦 也没想到曾成 竟然给自己这么好的机会 而且他可是自己 一直崇拜的偶像 两个女人从敌人 竟然处成了朋友 另一边瞿一棚 终于寻找到了他的白富美 何智男看见他的那一刻 整个人都愣住了 韩苏在店里也看到了他的出现 他们互相打招呼后 诗诗也说出了 他们是穿越了大半个地球 在大溪地偶遇的 听见这话 何智男终于明白了 瞿一棚当初为什么突然消失 而瞿一棚也同样看见了韩苏 面对喜欢多年的前女友 他非常自卑 连进去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 只能从窗外默默地看两眼 走后他们俩在议论 瞿一棚好像变老了 主要穿着比以前更好了 何智男也告诉了 韩苏瞿一棚突然消失 就是去了大溪地寻找这个诗诗 自己爱得死去活来 其实就是一场大乌龙 另一边的白富美 也不是没脑子的傻白甜 他一眼看出了瞿一棚的不对劲 我们在大溪地偶遇 也不完全是偶遇吧 诗诗早就摸清瞿一棚的底细 面对这样的质问 瞿一棚心里非常慌乱 诗诗觉得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就算在他这里瞒得过去 在他父母那里可不行 之前他们招的经理都要被调半天 更何况是招女婿 很多事情提前说出来 和被查出来性质是不一样的 眼看瞿一棚就被吓得脸色苍白 这个时候诗诗却故意拿他打去 看法你紧张的 开车呀 妈妈等我回家吃饭呢 可见他一直追求的白富美 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晚上王子路怕何智男想不开 还特意拿酒让他喝个痛快 可何智男却没有一丝生气 之前那么喜欢瞿一棚 今天见到后心里 却没有了一丝好感 王子路都佩服他能大车大悟 现在何智男再也不是 之前的傻白天啊 高鹏和瞿一棚他都能放得下 而且他一直以为王子路就是立威坦 可没想到说出这个名字 王子路根本不认识 这个网名他只用过几天 何智男这才知道他一直报复错了人 另一边韩苏回家时 瞿一棚一直守在他家楼下 看见多年的女友他却没有勇气去面对 只能这样远远地望着 等韩苏走到门口时 才发现有人给他留了一封信 打开后才知道是瞿一棚 每一句话里都代表着 当初有多么的后悔离开了韩苏 他这样的结果也只能说是活该 韩苏把信里的内容告诉了何智男 说瞿一棚努力伪装的样子 真的觉得很可悲 现在从一个可恨的渣男 变成了一个可悲的渣男 隔天高鹏再次来约韩苏出去吃饭 一旁的罗马更是极度的不行 等韩苏晚上回去时 却看见了罗马一直守在他家门口 原来罗马给他带来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而且韩苏今晚要加班可离不开这个 罗马看他这么多任务不知道要干多久 他索性一起陪他加班做完 就这样一直熬到了天亮 罗马看他这么努力工作 不知道当初为什么选择当律师 工作高赚得多 罗马表示现在有钱人也会有很多烦恼 完全可以选择不用那么辛苦 但韩苏却表示不辛苦只能嫁给一个有钱人 有些人的起跑线是别人奋斗半辈子都到不了的终点 罗马觉得韩苏不会走这样的结界 不会去爱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你和高鹏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的客户 听见韩苏并没有接受高鹏 罗马明白了自己还有机会 临走前他告诉韩苏不要再喊他弟 可第二天高鹏得知韩苏要回老家一趟 他立马开车送他到苏州 而且韩苏为了感谢特意邀请高鹏上去喝茶 可没想到高鹏这次过来是有备而来 你这事早有预谋啊 有备我换死你 自从韩苏回到江州 每天工作到很晚 今天也不例外 同时邀请他晚上吃饭 但有人却说香港的客户居然追到了这里 要和韩律师约会 整得韩苏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走到办公室门口才看见那个熟悉的人也 原来是高鹏追他追到了这里 这一句话让韩苏浑身不自在 高鹏约他出去吃饭 韩苏本想着拒绝 但高鹏又拿出甲方爸爸的身份来和他谈项目 韩苏也只好勉强答应 高鹏在剧里看着是个老好人 其实他是最渣的那一个 当初何之南让他回来陪自己 死活半年或者一年才回来一次 这才刚和何之南刚分手 就追他的闺蜜追到了江州 韩苏为了不得罪甲方爸爸也默认了他们这种关系 而另一边何之南刚和王子路吃完饭走在路上 突然看见韩苏从一辆车上下来 而且司机居然是高鹏 这让何之南不敢相信他们的关系 下意识地拉住了王子路的手 让他帮忙冒充男朋友 结果高鹏却没有勇气坦白他俩的事情 只说和韩苏在一起开会 这种场面简直让他们尴尬到家了 韩苏也不知道要怎么和何之南解释 但何之南却大大方方地介绍了王子路就是他的新男友 这种尴尬的氛围让王子路都喘不过来气 看着何之南装得这么不真实 他索性就甩开了何之南的手 当众戳穿这尴尬的一幕 何之南见被当众打脸 他只好赶紧逃离这 高鹏本想追出去被王子路给担住了 最不想发生的事情却发生了 韩苏也不知道以后要怎么面对何之南 其实王子路这样做也是让何之南对他们死心 于是就带他来到酒吧 何之南再一次被伤害 他一杯一杯地往肚里挽 所有的伤痛只能用酒来麻醉自己 王子路一边劝他一边说着 他这样的女孩绝对不能娶回家 但一定可以当哥们 其实何之南并不是因为高鹏有了女朋友伤心 而是他一直把韩苏当成最好的闺女 这种事情他们居然瞒着他 他现在觉得就像一个小丑一样被他们捉弄 没有人在乎他的感受 就像是被全世界背叛了一样 王子路告诉他就算把这里的酒喝完了也改变不了什么 但没有办法只能看着他一直喝下去 很快何之南就喝成了烂泥 这次是躺在王子路身上 上次在香港喝醉幸亏有韩苏 不然就要被别人捡走了 王子路好不容易把他背回家 试了好几次手指才打开门 把他放在床上后 王子路本想给他洗八脸 刚进房间却看见何之南自己脱了衣服 这让王子路瞬间尴尬 他本想离开却被何之南一把拉了过来 这样的情况何之南幸亏遇见了王子路 不然就彻底完蛋了 第二天早晨何之南刚醒过来 却发现自己的衣服都被换了 他以为两人发生了关系 于是就找到王子路想要问问清楚 但面对房间里的两个吃瓜群众 他不知道要怎么开口 于是就把他叫到外面单独谈 思考了好一会儿 才说出昨晚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王子路看这个情形还故意调侃他 听见这句话何之南才算松了口气 王子路也不是看见便宜就占了渣满 他不会和陌生人来一夜请 听见这些何之南觉得王子路三观还挺正 也算是个好人 回去的路上却碰见了韩苏 韩苏一直解释他和高鹏的关系 但何之南却不愿意听 很情和利益面前 韩苏始终都很清醒 不管高鹏从香港追他到江州 韩苏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客户 聊完工作高鹏有意暗示旁边的同事离开 这也让一直喜欢他的罗马看在眼里 看见高鹏关上了门 罗马就一直守在门外 高鹏说出他们这样的关系被何之南看见也不一定是坏事 隔在他们之间的那层说不清到不明的窗户值已经被捅破 而高鹏也终于向韩苏表白 韩苏听见这样的话 他不知道要怎么拒绝 正当事情非常尴尬时 罗马竟敲门进来帮韩苏解了威 告诉他胡律师在一号会议室等他 韩苏见状立马离开 等走到会议室后韩苏竟然笑了 他知道是罗马骗了他 我觉得他不太适合你 韩苏一直把他当成小弟弟 谁知罗马竟直接关上了门 他告诉韩苏从第一次看见他就喜欢上了他 但韩苏明白他现在的喜欢未必是真的 自己只想把项目和工作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有了上次瞿一鹏的背叛 韩苏对待感情已经无所谓了 这时胡律师真的打来了电话 罗马也只好开门让韩苏离开 胡律师告诉韩苏 公司上市后 合规业务的法律支持 他就随意给高总开个假 本想着他会还假什么的 谁知高鹏一口就答应了 胡律师明白这都是高鹏对韩苏的喜欢 但在韩苏看来 他现在对待爱情不抱有什么希望 这辈子大概也不会再爱上其他什么人 男人没有办法给他带来足够的安全感 他希望凡事都能靠自己 胡律师明白一个女人的本能 就是习惯性的为爱情和家庭付出 之所以各个领域可以做到最顶尖的女人越来越少 他们一旦遇到爱情就不想征服世界了 反而只想着征服男人 韩苏就是要用他自己的时间去征服世界 这天罗马得到了优秀实习生答辩资格 他高兴地想要与韩苏分享 随手帮他修理下桌子 当他提出要请韩苏吃饭时 韩苏突然接到了何之男的电话 今晚要去他们家吃火锅 隔天何之男把写好小可人的文章拿给王子路看 没想到对方竟然挑三解四 写情感实际一点 被人追被人爱觉得他太浮夸了 写他受挫又觉得太悲观 何之男只好耐心在修改 其实王子路还有其他目的 就是想把何之男的稿费往后延迟一些 因为他现在真的没钱了 所有钱都压在了工厂 如果想要必须等他发了工资 何之男这才知道他现在真的很惨 但是王子路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这顿披萨卡还是请得起的 回去后何之男就连夜把小可人的故事重新赶了一遍 让他有个圆满的结局 第二天何之男再次来找王子路 却发现有两个男人在找人开锁 原来是房东来催交房租 正当他着急给王子路打电话时 却被一个人直接拉到了天台 原来王子路遭遇了乌漏偏逢连夜 他竟然被老板辞退了 建模师的工作丢了 投资人临时也变卦了 玩偶宇宙工作室可能保不住了 但何之男却不想让他放弃 王子路表示自己已经30了 没有了少年拥有的权利 喜欢和梦想对他来说很幼稚 何之男为了让他再坚持 拿出了自己连夜写小可人的故事 其实故事情节就是写出了他自己的经历 所以我决定 拿出我的所有积蓄 拯救小可人 韩姆听见对方公司都要上市了 他非常看好这么年轻有为的小伙子 而且还做了一桌丰富的饭菜来招待他 当韩姆问起他有没有女朋友时 高鹏直接看向了韩苏 但韩苏根本不在意 韩姆也看出了女儿的意思 吃完饭送走了高鹏 妈妈便说出了他的看法 明明自己不喜欢 带回家干嘛呢 可我以为你会喜欢 可惜不是我结婚 妈妈的一番话彻底让韩苏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他知道了自己该如何选择 到了晚上妈妈去和韩苏提出 自己想要和他爸爸复婚 一听这话韩苏有点不明白了 这么多年家里一直不让提他的存在 他叫什么是谁都不知道 妈妈表示自己当年和他分开有个很大的误会 当年他在外地做生意被人骗了 四处躲避逃债 为了不拖累他们就到处散步谎言 结果中间人却把话给传错了 后来妈妈还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 所以才误会了这么多年 当韩苏看到他的照片时 才发现自己的父亲竟然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而那个和母亲一起合影的男人 竟然是他之前相亲的一个对象 韩苏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么多年 所有努力原来都是一个大乌龙 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 便收拾行李连夜回了江州 第二天他直接给胡律师发消息要休年假 他要好好放松一下 这时又接到高鹏打来电话 韩苏直接告诉他回了江州 高鹏听出了他的不对劲 提出要和他见面 韩苏也明白他们之间也该有个了结 索性就答应一起来到餐厅 三杯酒下去 韩苏还是说出了他们只能做朋友 高鹏其实也明白韩苏并不喜欢他 如果不是他的客户 高鹏身上除了有钱看不到任何优点 毕竟这么长时间都是他拒绝别人 还没有人拒绝过自己 在别人眼里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有钱 虽然韩苏拒绝了他 但他还愿意做最优质的客户 韩苏对他的态度很是感动 晚上回去就和何之南讲述了心理的难度 他现在就是要把所有的年假一次性全休了 从小自己就是严格按照他的时间表过日子 从现在开始就要虚度光阴无所事事 因为他这么多年太累了 大好时光都耗在了一场误会里 刚解决了和高鹏的关系 罗马却又找了过来 得知韩苏一直没有上班很是担心 以为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说出自己一直会陪在他的身边一直到一辈子 韩苏听见他真诚的话语 心里很是感动 因此他愿意和罗马试一试 这可把小弟弟高兴坏了 当天就留下来吃饭 而且下午两人就一起出去各种玩游戏 韩苏是那种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对待的人 就连一个游戏他都能琢磨明白 可罗马懒散的态度终究和韩苏不是一路人 玩丁丁车是韩苏往前冲的猛进 是罗马一直不敢超越的 第二天韩苏刚走到小区 他就看到了妈妈从老家赶了过来 因为那天晚上的事情他很担心韩苏 而且也说出了他爸爸也不放心 这个家破碎了这么多年 想要回到原来的样子并没有那么容易 妈妈正式给韩苏道歉 因为自己当年太怨心太冲动 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所有的一切都让韩苏承担了 韩苏看见妈妈全身冰凉 立马拉着他回家 也原谅了之前所有的事情 妈妈告诉他今天的饭菜都是爸爸亲手为他做的 韩苏在整理好自己重新开始上班的第一天 也是高棚公司成功上市的一天 刚走进办公室就看见满屋子的鲜花 而且其中最为显眼的 竟然是总部最大的合伙人孙旭律师 能得到他的祝贺也是律所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的 胡律师特意为他开酒庆祝 韩苏也告诉了胡律师他拒绝了高棚 现在他看清了所有 所有的目标和纠结 人一旦选择了捷径就意味着放弃看更多的风景 天大地大趁着自己年轻不想勉强自己 胡律师觉得他这次回来变化真的很大 因为韩苏已经放下了所有的包 知道自己以后需要什么 他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出来就看见罗马追着要给他庆祝 接着罗马竟然带韩苏来到一家婚纱店 还扬言要把自己所有的积蓄拿出来 给韩苏买一套婚纱 韩苏觉得他的想法真的很幼稚 自己就算结婚也不可能把这些东西买下来 毕竟一套就要十几万 穿一天时间这不是纯属冤大头吗 接下来呢 你要跟新娘一起去喝西北风吗 这就是韩苏和罗马的区别 小伙子只想着眼前的爱情 完全不顾及以后怎么办 可能有些女孩会对他这样的做法所感动 可韩苏却不是这样的女孩 经过几天的相处时间 韩苏明白罗马并不适合自己 他当场宣布这个游戏已经结束 接着胡律师就给他打电话 公司有紧急项目需要他跟进 看着罗马失落的表情 韩苏也幻想着自己如果穿上婚纱 也是非常美丽动人 但他明白现在可不是时候 回到家里就开始了忙工作 罗马却觉得自己被忽略了 他现在不会考虑和自己结婚 但他却提出了要和韩苏约法三章 罗马表示自己愿意把心掏出来给他看 可韩苏这边客户一直在催 由于必须要忙工作韩苏也顾不了他那么多了 罗马也明白了自己和韩苏可能不是一类人 思考片刻他选择了离开 走后韩苏却觉得有些心疼 但面对工作他还是要笑脸相迎 晚上他本想给罗马发消息问候 但却不知道说什么 他直接给何之南打去了电话 告诉了他的交人 是我 罗马他不适合你 隔天何之南就带韩寒来他们的小店 结果却发现他们其中的一个合伙人 要离开准备回家结婚 王子璐把他最看好的东西送给他当新婚礼物 其实他们这个店经营了九年 到现在都没实现梦想 但他们这里的每个人都不后悔 这个王子璐看着肥里肥气的 人真的挺好 比你之前的那几个都靠谱 听了韩寒的话 何之南却开始对王子璐动了心 知道店里已经没有了流动资金 为了帮助他何之南竟然提出要把房子租出去 一个月房费就能拿到六千块 自己可以住在他爸妈那里 这样还省了生活费 王子璐听见这个傻姑娘对自己这么付出 他非常感动 但现在王子璐不可能再要他一分钱 不知不觉王子璐也对这女孩有了不一样的好感 两人心里也都开始有了彼此 很快他的作品有了一点小进展 何之南紧张地让王子璐来看 当他回头的一瞬间发现王子璐还挺耐看 何之南的花痴梦又开始了 而他们俩回头的一瞬间都有了心动的感觉 何之南一心想着搞事业 却没想到爱情来得那么快 当王子璐起身过来时 何之南竟然想到了王子璐亲吻自己 他瞬间脸红脖子粗 还说要去买酒庆祝 付款时他看见了柜台上的气泡泡 觉得今晚气氛有些危险 但回去的路上由于天气变慢 王子璐把身上的衣服脱给了何之南 这时洒水车过来 何之南直接站到了旁边的台阶上面 可当他跳下来时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 何之南没想到王子璐和其他男人一样又怂又渣 走到小区门口是何之南还对他抱有幻想 那个你本来打算去找谁啊 我找谁跟你有关系吗 王子璐的话也让何之南彻底对他失望 其实王子璐是觉得自己太穷了 何之南跟着自己没有什么希望 他已经进了最大的门 可梦想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离他越来越远 马上就要三十岁 工作室也坚持不下去了 现在他很累 累到不想再去承担另外一个人的失望 第二天当何之南还没睡醒时 高鹏却敲响了他家的门 而且还带来伤心三箭套 两人同时失恋 这正好和他俩离 高鹏告诉了何之南寒素拒绝了他 而且面对何之南 他还和以前一样没有拘束感 两人虽然分了手 但友谊依然存在 临走时高鹏也说出他要准备回植物园了 这很明显他已经放下了所有 找回原来的自己 第二天何之南再次来到工作室 却看见同事在打包东西 原来是王子璐准备把工作室给卖了 当他们这边在进行交易时 何之南火急火燎地跑来阻止 以股东的身份拒绝了这件事 一路上王子璐都在给何之南警示 但何之南根本听不下去 因为这个工作室自己也付出了真心和热情 王子璐告诉他只有让别人收购了 玩偶宇宙才能活下去 如今工作室只出不尽 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 这时何之南却说出他去找高鹏帮助 但王子璐的梦想不是一直靠施舍为止 何之南以为是王子璐还在吃高鹏的醋 他却不知道在这个真实世界里 成年人的事业不是小孩过家家的道具 现在王子璐面对的挫折和绝望 比起吃醋要多得多 没有新的投资只能选择放弃 何之南一直让王子璐再坚持一下 可王子璐知道已经没有了办法 这就是人也要被迫接受长大的过程 何之南失望地离开了这里 他再次付出真心 换来的还是伤痛 你还别说他每次痛哭都是那么的真实 回到家还看到网友对他们的作品一直都是差别 这更让他失去了坚持的勇气 于是他准备重新找工作 从头开始改变自己 当工作人员看了他的简历 询问他的经历时 何之南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他知道自己大学普通工作也普通 没有什么特别擅长的能力 而且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岗位 你这应聘的岗位还是行政二迷 听见这话何之南便想到了当初那个傻乎乎的自己 一直按部就班的上班 其实他这样的女孩就是普通在普通的人了 跑了这么久还是没有一点劲力 这时他想起韩苏觉得他的文字很犀利和幽默 觉得他可以把写作当成自己的事业 还有王子璐曾经对自己的鼓励 他瞬间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洒脱地拒绝了这份工作 他要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隔天就信誓旦旦地来到一家自媒体公司 向他们说出了自己写作的优点 而且面对自己喜欢的工作 他回答问题都毫无忌惮 工作人员也很看好他的能力 出来后他看见了这家公司的墙上 挂了一幅自己非常喜欢的画 于是他便选择在这里上班 当他再次来到宇宙工作室时 却发现店铺早就关了门 无处可寻时他收到了王子璐转来的三万块钱 此刻他明白了他与王子璐的缘分可能就此了断 何之南整理好自己情绪准备重新开始 隔天韩苏爸爸给他们做了一桌子好吃的饭菜 这让何之南和孙韩韩都羡慕得不行 没过一会儿韩苏就说出了自己要去纽约竞秀 这天韩苏来上班 他突然看见罗马离开了公司 而且自己桌子上多了一个小王 这也是给韩苏最好的告别吧 这天何之南回家看见对面来了一个新邻居 而且要把房子重新装修 而对方看到何之南后便主动过来打招 而且男人竟然要主动加他威信 这明显是对何之南图谋不轨 但现在的何之南已经不是那个傻姑娘了 直接让对方加了自己的公众号 第二天孙韩韩为了帮助何之南和王子露复合 他欺骗何之南让他去一个地方 当何之南来到约定地点后 看见了那个熟悉的面孔 此刻他跑过去直接拿包包打向王子露 可能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出了这口气 王子露也诚心诚意地向何之南表达了自己对他的感情 你愿意入伍我的人生吗 听见这么感动的话 何之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他主动亲吻向了王子露 两人终于正式走在了一起 很快韩苏和孙韩韩都要离开 而且韩苏还一直带着那个小可人 何之南面对两个闺蜜的离开他非常伤感 可走到半路他发现了曾经年轻的自己 现在他已经走出困境勇敢面对以后的生活